第二集 往哪坐呢 这是我的店 哪姐的哪里 先来先坐 知道吗你 别耽搁她的大事 你能有什么大事 是啊,就是姐的事才最大 不是,哥的事才最大 哥我要出去翻墙爱国 啊?我也要翻墙爱国啊? 真的啊? 那你,你是? 小粉红啊 哎呀 难道你是传说中的第八勇士? 哎呀,是,原来是同志啊 谁跟你同志啊? 你才同志呢? 我跟谁同志也不能跟你啊? 我的意思啊,就是咱们是志同道合嘛 哎呀,这屏幕很大 可别好,我都去 好,谢谢啊 哎 我今儿是第一次翻墙讨伐台独 少不了要请教您啊 没有您,有事尽管找我 你就可以管我叫第八哥就行了 哎,第八哥 实话跟您说 我才真有点紧张,没翻过墙 听说啊,墙外边,那可是洪水猛兽啊 嗯,听谁说的啊 对了,您今年贵庚啊 十八 你十八 哦,那是许岁 周岁二十三 哎呀 那,那你喝过三木奶粉吗? 我从小喝三木整大的 哎呀,那是 啊,入过上线队吗? 那当然,我还立志要当共产主义接盘人呢 哎呀,对了,跟正苗红啊 那你的历史观怎么样? 历史观与中学教科书保持一致 平时常看宫廷内斗大戏 作为课外补充 哎呀,不错不错 那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呢? 人生观方面 坚决要求自己向人民日报头版看起 世界观方面紧跟环球时报不出圈 哎呀,小老公 我发现你已经具备了最朴素的革命情感 就像文革时的红卫兵 纳粹时的青年军呢 哎呀,已经具备了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基础 和黑白不分的是非分辨能力 哎呀,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信心 翻墙出去讨伐开动 嗯 谢谢第八个的鼓励 没问题 我跟你说啊 翻墙爱国这件事啊 就是要保持气势 一鼓作气冲出战壕 抱着非死不可的决心冲向非死不可 哎呀,知道我们第八战士的口号是什么吗? 哦,什么口号啊? 第八出征寸草不胜 哇,好有气势 我跟你说,你们小粉红也应该有气势 但是啊,正所谓粉红争台湾 翻墙不为难啊 胸中一腔血欲凭阿里山 文斗谈统一 武斗扔核弹 全凭一张嘴狠话来洗板啊 哎呀,好,第八哥 你先冲我跟上 我们从哪开始啊? 首先从冲破我军的防线开始 哎呀,啥?冲破我军的防线? 哦,对,就是先翻墙 哎呀,什么呢? 好 呦,都开战了 哥们,你也是来翻墙的吗? 是啊,不过我不是第八战士 别告诉我,你是小粉红啊 不敢的 我就是来蹭墙翻的 哥们,你到底是哪条道上的? 哪条道也不是 我就是来随便看看 说实话 我就是喜欢看一群囚犯 越狱攻打自由人后 又决然返回监狱的样子 哎呀,你说谁呢? 对呀,你说谁呢? 我说的是电影《斯巴达克》 一部反映罗马奴隶的大片 哎呀,八哥八哥 哎呀,哦,不,第八哥 你快帮我看看 这儿有人发了一句话 我不懂 这是说什么呀? 他说有一块地皮叫殖民地 活着的时候你在上面只能住70年 死了,你只能在下面躺20年 这都不知道 说的是你们家呀 哎呀,你家? 是啊 你活着得住房子吧 你那房产只有70年 你死了得埋地里吧 你那坟地只能用20年 哎,在这里生活 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做红尘过客 实在太深刻了 哎呀,我告诉你 我帮你来对付他 哎,不对呀 你这是在哪儿骂呢? Facebook呀 不是,这也不是蔡英文的Facebook啊 哎,差不多 这是蔡英文的弟弟蔡正元的Facebook 听说啊,是个台独分子 哎,别说哈 跟蔡英文长得还挺像的 我说啊,你搞错了没有啊 第一,蔡正元是国民党的 第二,她和蔡英文没有关系 不是她弟弟 啊,那感情我骂了半天 骂错人了 哎呀,这真是添乱 快快快,找蔡英文 对,这个才是蔡英文的Facebook 好好好,你准备好表情包开骂了 哎呀,这人真烦人 总跟我谈什么信仰啊,民主啊,自由啊,原则的 这简单呀,你就回复一下 信仰不能当饭吃 民主不能当饭吃 自由不能当饭吃 哎,原来,这高手在身边啊 哪里哪里,这是我老家邻居说的 呦,您这老家邻居,他是干什么的呀 养猪的 呦,这台独还文走走的,还给我写了首诗 呦,还有诗啊,什么诗啊 题目就叫做相仇 小时候,海峡是一生又一生的战股 解放了的人民在这头,苦难的同胞在那头 长大后,海峡是一句又一句的呼喊 一国两制在这头,三民主义在那头 后来呀,海峡是一段又一段的激流 局域网在这头,互联网在那头 哎,小样呢,我叫你怎么对派 第一,奉劝他不要再跟着蔡英文跑 第二,你就告诉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司法解释 蔡英文至少涉嫌如下罪行 颠覆国家政权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非法出版发行刊物罪 破坏选举罪 煽动民族仇恨罪 分裂国家罪 寻衅自私罪 我说你们有点常识好不好 国民党也好 蔡英文也好 都不是台独 不过让你们这么一折腾 不是台独 也都给吓成台独了 谁敢跟你们这样的搞一统啊 有啊 敢说我们没常识 你找打是吧啊 我今天还没打人呢 我告诉你 你 这是你用的吗 不 不是 不是 是 翻墙偷看黄色陆下 触犯法律 给我走个探吧 哎呀 你不是翻墙爱国的吗 怎么 我这不是翻墙顺便看一眼吗 爱国娱乐俩不悟 哎呦 这还是爱国愤青的本色呢 哎呦 这这也看不见人啊 这 哎哎哎哎你们 你们怎么拍我雾霾啊 给我把机器给我 哎哎大叔 有话好好说 我们是记者来采访的 记者也不行 今天早上 街道刚刚发了通知 说要警惕敌对势力和反动组织拍雾霾 这这怎么回头 大叔 您就是著名的牺牲大叔了 我们是一个系统的 我是长江群众 差不多 大叔啊您可真敬意 这么早就来上班了 哪啊 我刚去小公园跳广场舞来着 结果人家说隐隐悦的看见全是人影 在树林里蹦 瞧着像午夜幽魂 把我们全撵出来了 是啊 您等跳好了再去吧 那这么看着是挺惊悚的 大叔您放心 我们是拍正能量雾霾 是来洗白的 不是来抹黑的 在浓黑的雾霾中 朝阳群众的眼睛依然雪亮 随时准备抓获 不甘忍受雾霾的敌对势力 怎么 你们是拍正能量雾霾的 嗯对啊 这容易啊 我们街道 刚刚编了个顺口溜 绝对的正能量 太好了大叔 您快跟我们说说吧 这北京瞎大雾啊 一点都别处 漆热电远区商办 向云众漫步 借物不一半呀 汗油中净薯 还有流蒜小蒜各种蒜 营养很奋富 有味其喜呀 有埋义其虎 戴好口罩闭上嘴走自己的路 借物不用之 刮粉当骂布 要用街舞叫啥名 屁眼骂联舞 叫这不好听啊 这能量不足 送你一个好听的叫 为人民服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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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